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跑步是他的唯一坚持 现在他即将放眼2020年东京奥运 今年二月的东京马拉松 前奥运国手张家哲 以两小时19分又59秒的成绩 打破台湾男子在东京马拉松20年来记录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前奥运国手 真男人张家哲 欢迎家哲 嗨大家好 家哲你为什么要叫做真男人 其实很好奇这个名称的由来 这由来蛮有趣的就是我在2010年要参加亚运的时候 就进到国家队 那时候正在读研究所 然后就要先休学 然后进到国训中心里面去做训练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牺牲 就是我要先休学去训练 可是到国训中心的时候发现说我的队友 有的是都当爸爸 然后每天晚上就看着他看着电脑跟女儿聊天 或者是我的队友跟着看着电脑跟女朋友聊天 那我就觉得他们不仅就是要先停职 然后甚至要离开家庭 然后到国训中心里来训练 就是为了想要追寻自己的梦想 那我就觉得哇这个他们太真男人了 所以我就叫他们真男人 然后他们看到我也叫我真男人 所以里面整个田径队都叫真男人 那只是说 两年之后2012年 然后去参加万金石马阿松 当时还有半城马阿松 跑完的时候记者都问我说有什么外号 对 那我说你真的要知道吗 他说好啊他要写 那我就说我是真男人 然后之后这个这个 绰号就一直被我延续用下来 那我看到你说就是你跑步是因为 爸爸跟哥哥的影响 就是家人有对你怎么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以前假日的时候就补习嘛 那一补一补习就补一整天 回到假的时候看到哥哥和爸爸回来 就带了奖杯跟香皂 因为那时候很流行送香皂 对 他觉得哇怎么那么好 他们可以假日 我的感觉是他们可以假日出去玩 然后又带礼物回来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那我也要去跑步 对 当初的想法就是很简单 就是想要逃离补习班跟拿礼物 就这样子 所以就跟着哥哥爸爸一起跑步 对对对 然后也有参加像他们一样去参加比赛 拿香皂跟奖杯这样子 一开始有人就跟着出去玩这样子 然后之后在高中的时候 高中高三的时候之后就比较好一点 就成绩好一点就是 分组可以拿名次啊 然后就可以开始拿一些香皂回来 谢谢 所以是高中的时候 所以算是国中开始接触 对 然后高中才是认真在进行训练吗 因为我是跟我爸他们一起做训练 所以他们是像那种 呃 长跑俱乐部这样 对 所以那时候练的长跑俱乐部 我开始基本就学马克操 但是我到大学了 我才知道马克操是什么东西 对 才开始重新学 所以跟一些 可能国小的话 国中就开始接触体育班的学生 我就比较晚学这些东西 那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你就确定说 你要走的路是跑步的路还是其他的路 其实国中会开始跑步是因为 有一天自己跑步的时候发生说 诶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对 然后那时候就有定下来说 那我要未来就是从事长跑训练 或者是相关的学业科业或者是职业这样 那个嘉德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伦敦奥运 然后拿到第77名的名次 然后跟成绩 是不是有达到你之前设定的目标 嗯 伦敦奥运算是跑得不好 那我就是跑2号是29分 对 呃 我觉得自己的 第一次比奥运 我觉得 有点就是 驾到 就因为我在奥运之前 已经比了两场亚运 然后两场世界天津警表赛 对 然后还有很多 当然马拉松 嗯 然后我觉得 那奥运就是 我就把这些 比赛的场景就是 综合起来 然后去做异象训练 然后我想说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比赛的时候发现错了 对 就因为他们更疯狂 观众更疯狂 对 有一种被观众吓到的感觉 对啊 所以会有点 算是真的是有点 呃 临场表现有点失常 对 那场起跑2号是29 并不是说很好的成绩 对 大家都说 跑马拉松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对 我说不是啊 那你去奥运的话 你看到观众还 那才叫疯狂 对 观众比选手更疯狂 对 对 对 加德你在2014年的时候 在一场马拉松里面受伤了 然后这场伤对你来说 还蛮严重的 对 那你可以讲一下这个伤势的状况 跟之后的复原 呃 其实 2012年奥运回来之后 训练的时候 就会觉得 今后期肌腱就会疼痛 但是今后期肌腱刚好压在三角韧带下面 所以那时候都以为是三角韧带受伤 然后就一直一了三角韧带 然后在整个训练两年 12年到14年中间这两年就是反反复复 就是痛 然后复健 然后好了不痛了 再就训练 那又痛 就反复这样子 所以 那个肌腱就有点就是 纤维化 就比较脆弱 然后再 之后的话 就很痛 可是就硬参加比赛 参加2014年的世界班达马拉松 然后就跑到18公里的时候 其实就听到 脚有 啪啪的声音 然后就完全不痛了 那我也以为是神机发生好了 对 然后就跑到总点 那时候我最记得 跑109名 就最后一名 我最后一个回到总点 然后最后 就跑完这冰敷的时候 我就自己脚做了一些动作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做内旋这个动作 对 然后就 那时候不知道是经过肌肌肌肌断掉 只要说那 我这个动作没做到 它表示我 有一些肌肌或肌肉断掉 对 然后就 传讯息给我爸妈说 诶 钱要准备好 我要开刀了 对 对 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台大医院 然后发现 经过肌肌肌肌断练 然后就是 两周之后就赶快做手术 对 他这件 这条机肌肌如果不跑步的话 他是可以不用开的 如果是要实意 那医生当时有问我 那说我还想跑步 啊 对啊 然后 医生说那要帮你接粗一点 就拿我的左手掌杉肌肌 然后接粗一点 所以 现在就变得很粗 很粗啊 很强壮 接着 开完刀 之后就有点 后悔 你也接粗嘛 可是你要一直动 然後讓他跟關節有摩擦 然後把他恢復到原來的形狀 那這個過程復健其實是比較辛苦 在半年之後可以跑的時候 就是自尊心比較受損 就是怎麼那麼慢啊 我怎麼跑那麼慢 可是那時候你就要把自己的時間關 跟時間點切回來 因為如果我一直跟我 2012年奧運選手的角色對比的話 我會覺得我怎麼那麼慢 我怎麼變成這樣 可是我把時間切到我開完刀之後 我連自己上廁所都沒辦法 到現在我已經可以跑 那我就覺得我進步了 東京馬拉松就是今年2月的時候 東京馬拉松算是你付出之後 比較好的一個成績嗎 對 付出之後目前最好的成績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這場比賽 你自己的狀況 在訓練之前的時候就設定 希望可以跑2小時20分 就是今年的第一個比較重要的目標 大家都說 希望我去可以參加2020東京奧運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 回說 如果我今年沒有跑到2小時20分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不用期待我 2020可以參加到東京奧運 對 因為東京奧運的話 你至少要2小時18分到17分以內的成績 你才有機會 所以訓練是循序漸進的嘛 所以今年沒有達到220的話 還是在222或224 其實基本上你到2020要跑到218、219 217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為這不太像電影演 就是你練一練 然後就不能變很強 對 那你必須要穩扎穩打 徐序漸進 復健之路儘管辛苦難熬 曾經質疑自己 甚至失去自信 但是一次次的訓練 讓他逐步的重拾信心 在2018年的東京馬拉松 再次跑出佳績 手術後的恢復期 張嘉哲有更多的時間 實踐學生時代的創業夢想 那嘉哲這邊有一個自創的品牌 叫真男人文創商行 對 那請嘉哲來介紹一下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呃 就分了兩部分 那第一個 我們就曾經辦過 像世大運之前幫了幾個大學生 去打標世大運這個比賽 那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里程 那有辦了一個就是 呃 剛好跟我自己二十週年的 跑步的生涯做個結合 對 也就是去年剛好五月天也是二十週年 對 那剛好我也是二十週年 對我也辦了一個 那 那時候就把當時我們去比賽的 影像 有靜態的展覽 還有動態的影片 對 然後在 永和的1881的咖啡廳影片展現出來 那希望把它變成是說 欸那 呃 運動員 跟 市民 可以 坐一個橋梁搭起來 對 因為有時候 競技運動員跟 市民跑者 距離很遠 對 甚至是兩群不同的文化 所以有時候市民跑者講的 術語 他們的術語 跟我們講的術語會不一樣 對 比如說我們 我們覺得長距離 五千公尺以上就長距離 對 那 你問他們什麼是長距離 他們可能 可能會覺得 二十公里才長距離 四十二公里才長距離 五十公里才長距離 那 還甚至還遇到說 喔他是跑短距離的 對 我說會跑短距離喔 喔那你是跑一百兩百還是四百 不是我跑十公里 對 有時候他們這種 語言上的都會有文化的差異 就變成兩 好像兩種 都跑步喔 但是變成兩種民族這樣 對 那如何把它們接起來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需要 市民的力量 對 這邊才有產業嘛 經濟運動也那麼小 是沒有什麼產業的 怎麼當然是要靠市民的力量 把產業注入進來 對 那時候就辦了一個展覽 對 感覺還不錯啦 那之後比較 比較多的就是 入跑賽代言 或是入跑賽的合作規劃 然後 一般的 平日的收入來源的話 就是 網路上的 電商的 商品 加哲你還有做一個 公益的計畫 是 算是 蒐集 跑友們的 舊鞋子 可能八成星的鞋子 然後去幫助更多 田徑場上的選手們 是 我不太會用舊鞋跟二手鞋來形容 對 我是說是愛心跑鞋的分享 運動員會有經濟 有些家庭會有經濟上的問題 對 然後我們就希望說 那 如果我們 我們有比較好的經濟能力 是否可以把 我們穿不習慣 但是 狀況很很好的跑鞋 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對跑鞋 到底什麼時候 還可以用 什麼時候 不可以用 我發現說 很多市民跑者呢 分享出來愛心跑鞋 我看到鞋子 我就替他擔心 你沒事吧 你跑鞋穿成這樣子 你還覺得 可以穿 對 那我就跟他 在線上做討論 對 然後 甚至有時候看到跑鞋 我就會跟他說 你是不是 左腳還是右腳 有受傷 有受傷 他說你怎麼知道 沒有我看你跑鞋 鞋底磨損的情況都知道 所以我們會分享這些資訊跟經驗 所以我覺得分享不 Live Shoes 這個活動 分享並不是只有運動員獲利 而是運動員獲利 市民分享出來的跑鞋 他們也獲利 然後我也獲利 我獲利 我獲利就是在於說 我完成了我自己夢想 因為這種想法在我大學就有了 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沒有名氣 也沒有人脈 也沒有資源 所以我做不到 然後一直到2015年的時候 對 這些事情水到渠成的時候 我做到了 我知道你有一句名言叫 先求帥再求快 可以解釋一下這句話怎麼來的嗎 很多運動員 其實他們不是很想當運動 對 所以等到他們取得到學歷的時候 或取得到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不練 對 所以我覺得重點在於說 這個孩子或這個人 他到底喜不喜歡他當運動員這個角色 如果他不喜歡當運動員這個角色的話 你給他很多資源 給他很棒的課表 可是之後他還是會放棄啊 因為本來就不喜歡這個角色啊 對 所以我覺得 先求帥這個 這個點是說 你必須先喜歡你自己是運動員這個角色 那我們再來求快 就這樣的效率會比較好 對 那我 因為我們那時候 研究發現說 其實 應該說成績好的選手應該自信心比較高 發現說成績好的選手 並不是自信心最高 反而是 一般組的選手 他們自信心比較高 高一點 對 那 我比較強調的是說 你是運動員 你是競技運動員 那你到底喜不喜歡這個角色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角色 你不知道為什麼當這個角色 我就是教練叫你來 我爸媽叫你當 你才當 我覺得你 趕快趁現在年輕的時候離開 要不然的時候 你到時候的時候 你還是會放棄 你還是會轉換工作 你不會像我一樣 一直持續下去 在跑步的過程中 一定會遇到困難 曾經有遇到一些瓶頸 那是什麼力量 可以支持你一直走下去 就喜歡跑步啊 就喜歡跑步啊 因為 其實 之前也曾經想要放棄啊 就覺得說 我 我也是國手 我只是沒有拿牌而已 對啊為什麼我經費比較少 對 我自己會覺得不公平 對 那可是經費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當然經費就會投資在刀口上 對啊 啊我也是國手 為什麼我不是刀口 我就拿比較少錢 對 當初會覺得很不滿 那我覺得那我幹嘛練 對然後 那時候就會這樣鑽牛腳尖 可是之後突然有一天就 自己綁鞋帶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那天就綁鞋帶的時候 突然想痛 就是 嗯 我現在綁好鞋帶出去跑步 跟政府跟企業 跟別的沒有關係啊 對啊 那我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對啊 所以 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就是問自己 說你自己還想不想跑 如果想跑的話就跑 對啊 這裡 啊 那 會 好 呀